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他曾经是被父亲宠爱的好孩子 为什么后来父亲会几年不与他说话 他就去开始从那时候开始骗他了 终于离开父母的管束 没想到却跌入毒品的陷阱 就像生活独自个大石头一样 洗完一口就像那个石头已经搬走了 怀孕期间他竟然也不愿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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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那个发育的影响很大 没有想过然后洗完才成钱 有钱吸毒却没钱给孩子买奶粉 一直哭的时候我们才会放下 今晚夜线致命诱惑之无辜的小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年4月29日福建泉州警方在一个小旅馆里边 抓到了一对非常年轻的男女 他们俩都吸毒 晕头转向的 然后精神萎靡深分纹 而且还带着一个才9个月大的 病病歪歪的小婴儿 这是什么样的一家三寇 一个孩子 跟这样的一对男女生活在一起 他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 2014年4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网川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说辖区内一家小旅馆中有人吸毒 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 当时我们一进去那个里设置 那个房间非常乱 我们几个人就堆在那个床上 然后中间乱闹就这样的感觉 那一家也检测一下 检测出来所以吸毒品 吸毒的是一对年轻男女 女孩姓郭 男孩姓柯 对于网川边防派出所的警官们来说 他们已是打过几次交道的熟人了 女孩的四次 最早一次是在2011年的8月份 对然后后面2013年3月份被东岭电防派出所有抓获过一次 然后到了2013年的6月份又被我们所抓获了一次 对那这四次的话都是因为吸食毒品 而除了2011年8月那次之外 后面三次那个男孩小柯 都是和女孩小柯一起被抓的 而这次他们被抓时身边又多了一个刚刚几个月大的婴儿 这个小男孩是这对还未领取结婚证的年轻人的亲骨肉 他们吸食毒品时 孩子就在他们身边 而2013年两次被抓时小柯都是正处于怀孕期 当时我们就有跟他说 你这个怀孕期间是像这种不能吸食毒品的 因为你怀孕期间吸食毒品 那会通过血液母婴传播 会对小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小孩子可能会出现阶段反应 婴儿会这个胎儿会出现阶段反应 到时候可能会造成说小孩子出生之后 婴儿畸形甚至是死亡 我们有提醒他这些 你就睡着吸那一口 为什么呀 我就是看着他们吸我的心里很少 就像胸口堵这个大石头一样 呼吸困难嘛 然后吸完一口就像那个石头已经搬走了 因为吸毒 原本才24岁的小柯 不仅滑发早生 而且还总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缺乏年轻人该有的活力 吸完以后就是人很难的 什么都想做 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头痛 有时候就是全身骨头都很酸的 连吸都没吸好 连那个头发都变白了 那一个人也不像人骨 也不像鬼 这两位年纪轻轻就吸毒 而且都抓进去四次了 还在吸 看来真是不打算好好活着了 但要这样 您生小孩干嘛呀 您不是害那孩子吗 你说这孩子是说他幸运 还是说他不幸啊 你说这父母都吸毒 这孩子生下来没死了 没畸形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是你说说他幸运吧 这以后成长的路还长着呢 这日子长着呢 摊上这么多天吗 可怎么办呢 又想着都揪心 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 犯那个海螺因几十克 就要枪毙 实际上你看了今天那里 你就会很清楚 吸毒是不可逆的 犯毒害人一身 应该强必 您说这贩毒啊 我想起来我刚在新闻里 看见了一毒贩子的事 还真挺逗的 台湾最近抓了一毒贩子 姓黄 这人怎么回事呢 他把那毒品啊 都给搓成毒球 然后包装好 自己给吃到肚子里去 说这样运毒比较安全 然后呢 哎呀太贪心了 想多运点 一次啊吃进去 七十五个毒球 吃的太多了 半路上就受不了了 找了一公公厕所呀 批了扑路啊 就拉出好多各种球 然后呢 在毒贩子心想 我们毒贩子是有原则的 说运七十五个 就得交出七十五个 不能让人说咱黑之黑 于是这黄先生啊 就伸手到这公公厕所的 马桶里一顿葫芦 年轻乎乎的 就把这些捞出来的毒球啊 又都给捞出来了 找了个水管子 好歹冲了一下 塞嘴里又咽下去了 继续前进 哎呀这个一路上 听警察说哈 说这个 说现在有人这么贩毒 说这么贩毒 其实特危险 如果要有一个球 那包装坏了 这人立刻就得死 这位呢 倒是包装没坏 可是吃的也太多了 光上厕所了 这一路上啊 七八烫啊 哎呀 拉下去又吃啊 吃下去又拉呀 就经过不懈的努力 嗨 最后让警察给逮着了 哎呦 您别以为这个 说这个父母贩毒 就不会教育孩子 不会养育孩子 这不贩毒的父母啊 有时候也办的糊头事 我就看一新闻 说有一个妈呀 看自个儿这个小闺女 一岁多 结果被这开水给烫了 结果呢 她就往这个伤口上撒盐 不是说这盐能消毒吗 那歌词里都说了 别往伤口上撒盐 你说这妈也不知道咋想 她就认为这盐能消毒 结果呢 就给这个把盐撒完之后 消完毒她就给送医院去了 结果人大夫一看说 哎呦喂 您这个呀 把盐直接撒 撒在这伤口上 这个盐呀 就被吸收到血液里了 就引起高纳血症 然后都下了病危通知了 多可怕呀 人专家说了 要是烫伤了之后啊 什么肥皂 芦荟 牙膏 酱油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说往伤口上涂啊 这些别轻信 直接就用大量清水冲伤口 然后立马送医院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听明白了没 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啊 我觉得吧 这个年轻夫妻和他们的孩子 光靠这个家庭啊 自己来解决目前的困难 已经不可能了 一定要社会干预 比如说这个年轻夫妻呢 就应该收容教育 那个孩子呢 就一个更换一下啊 他的这个监护人啊 这样他才是有救的 欢迎这事啊 七嘴大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小郭生于1990年 小柯生于1993年 这两个90后的年轻人 都出生于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 小柯的父母在海南承包工厂 他们最希望儿子 能像姐姐一样 考上名牌大学 那时我爸对我很好嘛 就把全部新资放到这边 看我能够存在吗 而小柯在上中学期间 每月光零花钱 就有800元 小郭的父亲在镇政府工作 母亲做着皮鞋加工的生意 虽然小郭的父亲脾气比较暴躁 有时喝酒后连妻子都大 但是对小郭却一直是疼爱有加 他老爸这个地板跟这个碗 他不让他给我洗 连衣服都要我来洗 他老爸都说不要 他爸爸都说 我不要让小孩洗衣服 要叫他读书 要叫他读好书 据郭母讲 小郭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 而他的变化发生在初二的下学期 那时候就学一上学 就开始起码吧 那时候就不上高中 觉得出来玩比学习轻松 为了不上高中 中考时小郭做了一件让父母都很震惊的事 看到寄予后患的女儿竟如此的不争气 父亲开始将他挥起了拳头 在激烈对抗了一段时间后 渐渐的妇女二人陷入了长期的冷战 17岁到现在8年了嘛 真的没说话了 反正连续话里没跟他一起的 等他等我老公去完以后 他才走政治区的 这些人要记录了 初三毕业 我去鞋场里面学那个车工嘛 然后学自己会做的 做了几个月 做了几个月就没有没有去 就是想说去外面 不想看到他 就这样小郭离开了家 过上了没有了母亲唠叨 没有了父亲冷眼的日子 就没人看守就自由了 而自由像一把双刃剑 让小郭体会到了快乐 也让他走向了深渊 我开始跟同事去月亮城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月亮城什么地方 然后他们说他们带我去 然后我去了 完了 我开始去的时候 回来就不想上班 就一直天天 看着天天快点晚上 然后到晚上就可以上去玩 很快 在娱乐场所认识的朋友 让小郭尝试了一种 他从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他们就是拿出热的东西 然后我没有经过 然后他们问我要不要 我说这是什么 他们说能减肥的 因为我那时候很胖 他们说我能减肥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根据我们这些年来一些 办理案件的一些情况的话 像这些年轻人 第一次接触毒品 很多都是在这种娱乐场所 比如说什么酒吧呀 滴吧呀 从此后 在朋友们的鼓动下 小郭开始吸食冰毒了 2011年8月 小郭因为吸毒被刑事拘留 出了拘留所后 他回了家 已经许久没和他说过话的父亲 见到他后就说了一句话 我老公就说 让他是吸的 父亲的态度 使得小郭再次离开了家 从此 他几乎和这个家断了联系 也不接我们的电话嘛 有些人又给我们按钓嘛 我就说我做人做得太习惯了了 没办法管好小孩的 而这次离家不久后 在网吧 小郭认识了男友小柯 此时的小柯 因为沉迷上网而辍学了 和小柯不同的是 小柯的父母远在海南 无法灌输他 他和非常宠爱他的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 而这时 还不满20岁的小柯 也已掉入毒品的陷阱中了 喝酒的时候认识那个朋友嘛 然后他那天叫我去他宿舍坐嘛 那坐的时候他们在玩嘛 然后跟那个事 感觉有那个兴趣嘛 感觉没见过了嘛 以前是说请客吃饭喝酒 现在有些年轻人就请客吸毒 在这些年轻人看来 吸毒是一种很时尚的东西 很时髦的东西 在他们觉得说 这个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是一种追求时尚 在尝试了这一次之后 小柯就开始常常和朋友们 一起吸毒了 而在网吧与小郭相识后 兴趣相投的两个年轻人 很快成了一对情侣 2012年底 小郭意外怀孕了 我来三个多月的时候 要去弄掉嘛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就是医生就说 因为我前面已经打了两个胎了嘛 他说如果这个再打掉的话 可能不会再也不会生了 就这样 这个孩子就像个不速之客一样的到来了 即使在怀孕的时候 准妈妈小郭和准爸爸小柯 依然没有为了他而远离毒品 生孩子之前 你做过什么准备工作吗 没有 我就生完以后 然后叫我那些准备一起上网 放过茶 看要怎么弄怎么搞 时间到了2013年8月1日 那天小郭已经到了临产状态时 而两个年轻人竟然慌乱得 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那时候我痛得都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他那边也记得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说打电话给我妈 叫我妈上来 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 我就说打给他老妈 因为那时候真的一分钟没有 就这样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的妈妈 赶来将小郭送进医院 在医院里 他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 小郭妈妈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 而此时他发现 这一对年轻的父母 竟然还未给孩子准备一件衣服 一个奶瓶 看到他们如此不负责任 小郭的妈妈本打算 让小郭带着孩子和他一起回家 没想到却遭到了小郭的坚决反对 跟我爹说过 我说你死也不要来找我了 活的也不要来找我了 活的也就是说行 母亲走后 这段年轻人就带孩子离开了医院 连医生建议他们给孩子做的检查 也一向都没有做 做再次做了检查 还有交情吗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一分钱了 就是孩子生的那九个多月了 你有没有曾经带着他去打那种 该接种的那个疫苗 开接种的那种疫苗 没有 这种的事吗 我这个我不懂 这两年来小郭和小柯都没有去上班 而他们所有的生活开销全部来自小柯的家人 他那边多少年给你起起来 一般就是10天我的15年吧 一次差不多给我五百块钱嘛 啥子我啥子 因为我也很疼我 跟我的男人 老能给你钱的 你爷知道信息多多少吗 家人都知道嘛 而这次孩子出生后 小柯的爷爷又给了他们一万余元 原因竟然是怕他们把孩子卖了 因为我们村子有一些就是因为 做那个混贵 他们也没钱 就是会想有孩子他们就把孩子卖掉 然后我也怕我疼掉 我也成了种人 可是这笔钱很快就被他们花光了 孩子两个多月的时候 他们不得已回了小国家 其实我不同意 只有他说不然你小孩没来吧 你让他饿肚子忙 一时候孩子饿着了 还是要了一只哭的时候 我们才要放下来 用了多少时间 要了几个小时 虽然对小郭他们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 但是小郭妈妈对自己的外孙 还是非常心疼 很快他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而在给孩子换尿布时 小郭妈妈又发现孩子的生殖器肿大 好像是得了善气 我都问他们两个人 我就说你们是怎么当护肤的 怎么你都想说想带好孩子 他们又给他带什么样子 没有喝开水的时候 就是会长到 有喝水的时候就会自己消灾 我以为那时候是没有 没喝水 我妈呢 两个人又一壶 我那个东西拿呢 又跑了 等到孩子五个月的时候 这种年轻的父母再次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那时候鱼还有奶粉可以渡到他大老爸之前下来 结果吃完了他大老爸没有那天下来 小孩脸上的身上就是说乱扔嘛 乱扔到那个贫乎的问题嘛 我爸去医院里看的时候 他们就说态度嘛 那个乱扔就是说乱扔多月就是有态度嘛 有态度他没看 没给小孩看 哪里有声音给小孩看呢 尽管还是不搭理女儿 但是小郭的父亲从没有阻止过 他们一家三口在这个家中居住 而这次他们住了五天后 竟然又不辞而别了 那小孩睡觉的时候我无聊嘛 没抽烟我感觉都不知道干嘛 然后一点 然后他又不让我抽烟 然后就感觉很难 他要抽烟自己转转去 感觉这几个感觉好像看不清嘛 然后我转到不能我没转走 谁令你抽烟要抽烟自己转转去 就我念门说 他一直就大概没什么说心 就是说要开始抽烟干嘛 你得自己去工作嘛 这一次他们离开之后 郭妈妈再见到小郭 就是2014年4月29日 这天小郭小柯两人 一一起因为吸毒被抓 小柯进了拘留所 而小郭因为正处于哺乳期 派出所就让父母将他领回了家 为了不让他跑了 他的母亲几乎是寸步不离地盯着他 就没自由 就是那天他要哭着 要闹着了 所以又要吸毒烟了 那他真的要走了 要把小孩走了 我就去给他抓住了 我就想去毒烟找我男朋友 他妈妈打电话给我 说你们赶紧过来看一下 小郭一直在闹 闹得想去县城了 然后跟个孩子一样 跟个小孩一样 躺在地板上打滚 已经打滚打了一个下午了 那我们就赶紧过去看一下 再给他做一下思想工作 后来小郭的妈妈干脆 将小郭锁在了家里楼房的三层 现在就给他三楼再走来走去 反正三套都可以走两 5月5日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 网川边防派出所的网警官 就带着他们一起去了县医院 在看完病后 又让医生看看孩子善气的情况 医生认为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 未来可能需要手术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在播出国际禁读日 特别节目的一个系列 在讲一对年轻的男女 和他们的无辜的孩子 到场嘉宾情感问题专家 百燕仪女士 资深媒体人黄飞杰博士 欢迎两位 这里边最让人心疼的 最倒霉的就是那小婴儿 父母在怀孕的时候 尤其是母亲是必须戒毒的 但是他没有过任何的阶段 然后照惜 这样生下来的孩子特别容易 一是特别容易畸形 然后一个是特别容易生下来 直接的毒瘾 我看过那种 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抽搐 就是犯大眼影那种孩子 他们家这个孩子生下来 还挺好 完全没有畸形 然后没有看到那种不可控制的抽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孩子现在身体特别不好 据说就是三天两头的总发烧 永远没精神 然后个头也长得不如其他这么大的孩子大 其实这就跟他父母吸毒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知道孩子的胎儿的所有的营养 都是通过吸收母体的一些东西来去获得的 所以他妈妈的血液里面还有他妈妈的这种这种身体里面 如果要有一些不良的成分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出现失睡 然后会莫名其妙的哭闹 然后这个胃口不好 免疫力低下容易得一些皮肤病 其实这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毒品所导致的孩子 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免疫系统没有发育的很好 甚至到孩子大一些是不是智力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好说他就肯定没有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孩子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胎前检查一次没做 胎后该做的检查该去做的一些什么疫苗 也从来都没有 所以现在给他们最大的建议就是甭管谁掏钱 甭管谁带的赶紧带这个孩子去医院 做一个整个的全身的系统的检查 然后确保这个孩子现在的健康是哪需要去补充 哪需要去注意 以前那对小夫妻呢 他们也对孩子不负责任 也没有理智 他也没钱 有钱他都吸毒了 所以呢 没给孩子做过诊治 现在呢 是孩子的姥姥在带孩子 经济条件是完全允许的 可能姥姥是不懂 只是发烧就给退烧 起诊的就抹药 大概是这么治的 是建议他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如果真的有这种就是所谓的毒瘾什么的 其实这么点小孩是可以治的 所以所以其实还是要做这个工作 回过头来说说那对青年男女 这个两个男孩女孩两个人家呢 其实都条件挺好的 经济上相当不错 然后呢 女孩家呢 是女孩的爸爸从小宠爱这个女孩 对他寄予厚望 让他好好学习 什么活都不用干 任何任何活都不用干 只要你坐在那好好学习 他也偏偏不争气 后来学习不好了 一看学习不好了呢 爸爸立刻就不宠了 从此就跟他翻脸了 就直接打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 那个男孩家呢 是爹妈爷很有钱 做生意的 但是不在本地 都在外地做生意 孩子呢 是归爷爷奶奶带 爷爷奶奶其实管不了 爸妈妈就是负责不断的寄钱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个状态的 一对男孩女孩就凑在一块 就就吸上毒了 对 其实就这个女孩子 她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特别想给电子机前的观众 也提一个一个一个醒 就是呃 我们这个女孩说了 爸爸以前老打妈妈 然后刚才这个妈妈再去说啊 他以前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都得让我干 甭买洗衣服做饭 然后说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痛 那个痛苦的表情 还有那个泪水 就可见这让他干也没好好的说 哎老婆你去干点什么 也不是这样的 那么在家里边 如果是养女儿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家孩子是个女孩 那么这个时候 爸爸父亲作为一个男人的角色 是不是足够尊重自己的妻子 足够疼爱自己的妻子 直接会让这个女孩子 在他青春期的时候 对自己的性别角色 是有特别自豪的感觉 还是自卑的感觉 呃 会有这样的一个性别角色 认同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如果他是说我妈妈这个甭管多好 但是他整天是挨打受气受骂的 那这时候他会觉得 我即便优秀 可能作为一个女人 我是没什么指望的 他在潜意识当中 会有这样一种想法 然后你就会发现在加上 青春期的其他冲突 他有可能本来特好的一个小孩 然后突然间咔嚓一下 各种坏习惯坏毛病 然后各种叛逆的一些过激行为 都出现了 其实这个跟他的一个性别角色的 一个自我认同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家庭当中 夫妻之间是不是足够尊重 相互尊重 足够相互恩爱 是很重要的 我想他的家长 他的爸爸一定从来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家孩子乖乖的 到初中突然就开始不听话了 其实小孩会有一个叛逆期 那个过程你不能用打 如果还打不服 就轰出去滚 来解决 对 黄老师怎么看 所以我觉得吧 作为我们这个禁毒的一个话题 我首先要强调一个现实 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迄今为止 人类根本没有研制出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可以完全戒掉毒瘾的药物 没有这样的治疗手段 换言之 戒毒如果要成功的话 必须要有个人极强的意志 以及外面极其配合的外部环境 在这两者就高度 就是配合的情况下 才有一丝希望能够把这个毒瘾戒掉 毒瘾的复息率 就戒完毒瘾之后 复息率之高 是个非常惊人的处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排涂在外 所以换言之 第一次碰毒品 可能就是毁了你一辈子 所以本案当中 我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是这个女孩子 18岁没到 她怎么会进娱乐场所 当地的娱乐场所 她的管理为什么这么混乱 她已经被抓了三四次了 谁给她的毒瘾 这些问题 刨根问题都可以看出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就是我们有一些部门 她的作为还是不够的 这个就是看上去好像 我们为了经济发展 我们甚至说 我们现在是会多元化宽容了 我们娱乐场所也应该有 没错 但是有一些对青少年的这种防护 是要坚决执行的 18岁不让你进去玩 是有理由的 因为你没到18岁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这个东西你以为常先碰一下 你一辈子就死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还是强调 本案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 就在于 对年轻人的这个爱护 是非常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 这个地儿是富裕的地儿 经济上没有问题 那个经济上富裕了之后 精神文明的事就得好好管管了 是吧 说到戒毒吧 也见过戒毒成功的 但确实是特别艰难 真的要意志力极强 而且周围一定要帮他忙 就是家人不离不弃 死逼着他 甚至把他带离到原 带离原有的环境 对 要做好很多努力 那这俩小孩目前是这样 这个男孩啊 被抓起来了 强制戒毒 其实是个好事 那个 好像是半年 半年强制戒毒 半年时间呢 我觉得那个生理上的戒毒 是能够完成的了 但是 他的心瘾 到他半年之后出来 他犯不犯心瘾 他会不会复兮 这个是很难说的事情 女孩呢 现在是被妈妈给领回家去了 锁在一个房子里 就不让他出来了 也让他碰不着毒品了 也是在强制 从生理上戒毒 但是 你不能一辈子关着他 所以从这个 从精神上 你能不能解决 他对毒品的克制 然后孩子的姥姥 自己在带着 这个病病歪歪的小外孙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 其实这女孩子 我真的还是有挺担心的 因为 我们刚才黄老师也说了 就是 关于戒毒 其实是要靠强大的意志力 还有一个 环境 这个环境 包括爱的家庭环境 和一个社会 没有一个 就是勾引他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吸毒的环境 那么 这个强大的意志力 从哪来 我们很多家长都说 你这孩子怎么学习上 那么没有意志力 你怎么干什么什么事 都没有意志力 这意志力 它不是天生的 它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它是通过从小 我们的孩子 来去分担家庭的一些 小的工作 小的责任 来去 对家庭当中应该付出 对周围的人应该付出的东西 来去给予这样的一个付出 但是我们现在看 现在的家庭教育是什么 想吃 随便吃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弄什么 想穿什么 我给你弄什么 想玩什么 我给你买什么 只要你好好学习 那么他在想吃 想穿 想玩 都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 他有一个东西 就放纵了 就是欲望的一个管理 我想干嘛 都能干嘛 我的欲望就没有被管理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孩子在10岁之前 大概他可以去 凭借自己的聪明 来去把学习弄得挺好 但是十几岁之后 10岁 11岁之后 他逻辑性 还有缜密的思维 等等 包括学习一些枯燥的内容的时候 他这时候就要靠意志力 可是这时候意志力 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这时候也是很多家长发现 为啥我的孩子 三四年级以前学习特好 三四年级以后 学习就不好了 这孩子是从初二开始忽然就不好了 对 他是跟青春期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说 要是意志力这个东西 没有从小能够建立起来 孩子去 不管是面对考试挫败 还是面对这样的重大的一些挑战 生活事件的挑战 他都需要靠自己 能够给自己撑那么鼓劲 但这鼓劲没起来 所以说这个女孩 再加上他的家庭环境 没有人给予他那种 锁住他是对的 因为他否则的话 他很难控制自己的生理上的一个波动 那这个时候给他一个隔离的环境 可是没有这环境 他都没有温暖 没有温度 这时候这孩子就会觉得 还是外边的人好 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 这时候孩子就并不会认同这个环境 所以这个女孩认重到远 我也觉得是 就这从小只让学习别的 什么都不让干 学不会 这个孩子学不会 自我控制和负责任 对 他学不会选择 决断处理事情 他只会随波逐流 所以也就是说这人心里头没那股子心劲 戒毒缺那股子心劲很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家人 第一次吸毒被抓 第一次的时候 瘾还没有现在这么深 出了事之后 回了家 父亲的第一个反应说 你去死 直接扭头就出去 继续了 所以家长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 不能用这个方式解决 你也不舍得 真的看着他去死 对 这一对年轻人的问题是这个 还有其实那个小婴儿 我的感觉是 无论如何不能交给这小兰口子带了 对 要更换一下他的监护人 因为现在他们的这个孩子的父母 实际上他是非婚生子 这个乱糟糟乱唾了 就是说起来我岳母 什么你岳母 你法律上根本没有这个关系在 对不对 就是你女朋友的母亲而已 所以这个孩子的父亲 现在是在收容教育当中 法律上叫收容教育 强制阶毒 对半年的 其实这母亲在哺乳基过了之后 也应该我 我认为也应该去收容教育一下 因为通过这种都只有通过强制阶毒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孩子的监护啊 无论如何要换人 父母什么都不懂 换给他的这个外婆外公也行 爷爷奶奶也行 反正不能待在他父母边上 这两个父母呢 基本上已经残了 能救啊 是非常困难的 这孩子还是有希望的 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去救一下 因为毕竟他是完全无辜的 真的是 太可怜了 因为你将给一对云农转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